Han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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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野人7號部落 你是不會硬一下喔 來你講 你現在一個人講 歡迎收看野人7號部落 很好 我們就是要逼老闆娘開口 大家應該沒有忘記Lally Fish的老闆娘吧 就是在海中最騷的那一位 就是她 好的 今天我們看到跟老闆娘出去 我跟你講就是不一樣 要出任務了 我們現在要前往小琉球 那這小琉球我們把它定義為 非常厲害的訓練場所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跟柯琦很喜歡玩睡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 決定要去小琉球做一個A3的訓練 對 因為其實我跟柯琦都是有I.2的證照 那我們現在去考到第三階級 第三階級的挑戰其實我有點害怕 但是就是跟著我們專業的團隊 我們等一下去找一個很強的教練 叫做易仙 他是一個在教學上面是一個非常認真 及有耐心細心的一個教練 所以我決定把我的A3的部分 請大家幫忙這樣子 等一下呢 就要頂著這個颱風天給大家看一下 氣象預報今天晚上之後 天氣會好轉 所以我們今天剛好去上一些學科 明天再開始去進行術科的訓練 那這一次的拍攝呢 我們會請我們的好朋友 琪琪來負責 因為她現在也考到教練了 恭喜 那後面呢 一樣是我們的潘潘 還有怡君 漂亮喔漂亮喔 漂亮喔 那就出發吧 蹦 今天浪真的超級無敵大 但是唯一的好處就是 現在已經放晴了 我們的船在有點破浪的當中 但是我們是野人七澳部落 任何險惡的環境 我們都必須要去突破 你剛有吃暈船藥嗎 沒有啊 小朋友才吃暈船藥 小朋友才吃暈船藥 坐車要坐哪裡 會比較不暈 坐船的話要坐後面比較不暈 坐船要坐後面 然後下面 然後坐車要坐前面 坐車要坐前面 坐車要坐前面 因為船都是會一直要摸嗎 所以你船頭的浪差會比較高 船尾都在海面上 而且靠近引擎比較重 上下落差就比較低 天氣越來越好 畢竟我們是天氣直直 好啦出發囉 等一下會有一個小禮物送大家 先不跟你說 禮物來囉 李教練 李教練又來了 李華不幹 小流球禮物教練 G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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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算蠻有心的 我們船到他們就來接船 因為我們第一次見面就是在小流球 對我們第一次 重回耶 他就來接我的船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我跟凱希在的地方都不會下雨 要準備出太陽 要出太陽了 走囉 我們要準備開始我們的認真的行程 Dipso 到了到了 很多人都知道我在小流球的潛店 都是在這邊 做自己的這個游泳池 然後可以做很完善的訓練 如果你真的對自由潛水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到小流球的Dipso 他們會有最完善的設備跟教練 只要是環境真的非常的好 等一下看到教練不要嚇到 因為他不是你們想像中的教練 他是一個掃包 掃掃掃 嗨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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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溫紅 不要弄啦在錄影啦 潔伯要不要解釋 潔伯介紹一下 潔伯好不好 不用啦 還是要拍一下潔伯的臉 這一定要點進去啊 潔伯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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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感 潔伯也是 金色的老闆之一 好我們已經到了三樓的這個 上課的教室了 哈 這就是阿仙 跟大家試一下 我們的阿仙好不好 好不好厲害了吧 除了就是他有一些很厲害的 之前技巧之外 對 他的教學是數一數二的 記得我之前在綠島 直接下30米 就是因為他在旁邊陪我 我才有辦法放心到下去30米 好不好今天就這樣給阿仙上課 阿仙上課很可愛 像看他這樣子怪怪的 他上課超硬 他剛剛一來第一句話就說 我超爆你們 我們是真的要認真學的 所以這次就是下來之後 我希望可以拿到一張 很漂亮的製造回去 這東西不能擠 如果真的因為身體的狀況不OK 或者是自己還需要再多加努力的話 對 不要硬一下 回來再上課就好了 不一定說一定要趕 那我們現在要上什麼呢教練 我們現在要來上埃大山的課程 進階自由潛水 我們開始了解自由潛水會有什麼樣的風險 那再來更多的進階的技巧 讓你可以下得更深更安全 像上次博生雖然下35年 但是他其實有些技巧是 可以再更放鬆更漂亮的 就下到那個深度 甚至可以在那個深度 再待久一點點的方式 那我們這次就要來把它補充 那最後我們要開始上課 那這個過程中我們就要專心 然後就會派給大家看 對 想知道想要學習的話 當然就是來報名 中間有些好玩的也會派給大家看 原因是因為 如果真的很無聊的上課 我也不會推薦你 教練給你們的程式 那上課上課還蠻有趣的 很有趣的 OK 那我們看上課喔 再大一點 像台湖一樣 真的會動嗎 真的會動嗎 屁啦 沒有喔 有啦有動啦 一下下 這叫做把軟鱷放鬆的 好 我們來唱聲音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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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從哪個出來 對 喉嚨 應該是從嘴巴摸出來 喔 噔 噔 是從噔 噔 啊 噔 噔 現在我們已經上完課了 然後很累 就剛才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我就是老是在講話的時候 她就說 record 什麼 人羽 3 4個小時 就一直都是 以這樣的方式 我就 快爆炸了 老師在教我 她小花慢慢 denke 還ела 我們現在上了 第五個小時的課了 很崩潰 上完了 這個學科 現在已經 快8點了 快8點了 真的是人生過得很有意義 然後 等一下我們 在八點的時候好了準備下水 對 阿謙你覺得我可以嗎? 可以啦 因為我覺得阿謙他有點像是 我們那個爬山 向島 他們都很愛騙人 趁多久到 前面而已啦 沒有這其實叫做 一個信心 對增加你的信心啦 對 好不好 三個 走走三個 開始訓練 現在我們其實都是在 不要說要很放鬆的 要來做這個訓練 卻不能馬虎 因為接下來的每一個動作都是 為了在大海裡面 要保護到自己本身 做的訓練 會錄的東西比較少 錄的過程其實並不好看 他就是很單調 但是我們又想要把 自由潛水的危險性 跟他的好玩 以及他的專業度 都帶給大家看 這一次就是以一個 紀錄性質的狀態告訴大家 因為相信這幾年來說 大家在IG上面看到了很多的照片 都很漂亮 那大家就會覺得去忽視到 他的本身的危險性 其實自由潛水在全世界極限的東西 是第二危險 第一危險就是飛鼠狀 就是學到這些技巧 是為了要避免在海中 如果他發生一些什麼意外的話 我們要來練習 讓自己安全的越來越厲害 把自己的期限越來越推高 然後又可能很安全 那如果真的發生什麼 請好 製造成的去做什麼 解決的東西 最主要的一個最基本的關鍵 是潛水真的不能自己去 不能獨潛的原因是因為 在你一個人可能發生變數的話 那你可能自己可以解決 對 但如果同時間發生 兩三個音質在你身上 可能你一個人的話 真的沒有辦法馬上處理的話 就要看你的前半 前半很重要 所以這次我選擇了一個 非常好的教練 張藝仙先生 希望我的安全 跟我的專業 能夠有領爆 直接親下去 等同呼吸 好來 準備全部吸吸飽氣之後 趴下去 3 2 1 可以放掉 好我們試著把處理放在肩膀 把肩膀再柔軟一點 定位 好感覺你的腰也很放輕鬆 可以動動很屁 好來 手舉起來 倒數10秒鐘 3 2 1 抬頭呼吸 倒數10秒 回呼吸 好 現在休息5分鐘 時間都有到2分鐘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不想化身是不是 按你覺得很不錯 等一下我讓你憋最大指的時候 你就可以 告訴自己 在這麼不舒服的情況下 我都憋得住 那你就試著讓自己身體 在習慣那個感覺 然後你就可以憋得越來越長 我覺得 人生快毀滅了嗎 對 我不會放棄 但是我覺得好痛苦 痛苦就是成長的過程 來 太堅持 3 2 1 抬頭呼吸 好 請住 OK 3分半 3 2 1 好你隨時可以抬頭呼吸 動動你的手指頭 好 我們再憋5秒就好 3 2 1 抬頭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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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屌的 3 3 4 3 做到了 好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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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了 不必了 結束 不必了啦 不必了 然後你摔嗎 太累了 好 這樣就是一個 O2的旋律 在動態裡面 O2的旋律是比較難的 因為你要試試在修飾期間 一樣的情況才越游越遠越游越遠 但從前面的時候速度距離就一直要抓到 自由選擇你要穩定的輸出 因為不可以前面很慢 超快快 你這樣很耗癢 一下子就想要結束 不要到對面 總共75米 可以吧 好 現在已經晚上10點 快半了 然後我們泳池呢 大家都以靜態閉起 有3分半為過關 然後 然後我們還有動態瓶前75 兩個都超棒的 耶 耶 耶 比原本的還要 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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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較嚴格一點 我最後一個比較嚴格 哪有嚴格 可是我覺得你的嚴格 就是讓我們在海裡面更加安全 安全 因為你效率比較好的時候 你就可以游的比較長啊 就是正常可能 畢竟玩家是那麼優秀 我也是 也是 好 你今天繼續海訓喔 加油 加油加油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天 第一天 嗚 我們在琉球的民宿 然後他非常舒服地坐在我們的老闆 背著這個按摩椅 因為下午是你坐下午 就交換輪流坐 之前 結束之後的放鬆 是一件蠻需要的事情 其實要讓肌肉更放鬆一點 因為其實自由潛睡 最關鍵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放鬆 而且要 就是睡吧 然後不要喝酒 不要喝冰糖 多喝點溫熱的東西 好 所以明天呢 我們就照著訓練的節奏 新奇的東西 我們就 我們還是會給大家看 因為現在真的非常多人想要 去了解自由潛睡 因為大家都看到美的那一面 但不知道其實訓練的時候是長不一樣的 就是這件事情 除了讓大家知道說 大家看到的這麼美的照片的背後 其實大家都是有經過非常嚴格的訓練 實際上才會拍攝出來 不管是被拍攝者 或是拍攝者 有點像是Respect的一個角度 去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相信我們的觀眾裡面 大概八成以上 實際上也沒有接觸過這類的東西 他們一定對這東西也是很有興趣 最後 最後有一個問題 好 按摩椅可以換我吧 可以 好 那今天就是到這裡 然後希望大家跟著我們一起 來期待一下接下來的訓練 會發生什麼事情 到現在為止 我跟柯七都不會放棄 也還不確定我們 到底有沒有辦法拿到一張證照 跟觀眾說 但我真的認為 喜歡潛水 不等於就是拿到證照 對 沒錯 大家都以為就是 三天就可以該拿到證照 大家不知道其實這個 你報名這個課程 其實是一年的課程 甚至我會覺得說 我今天如果Ending的時候 還沒拿到證照 我並不覺得這一集就是失敗 因為 大家真的不要急 因為我好幾個朋友真的太急了 或者是讓自己的身體受傷 我覺得那都是 很多不常識 受傷真的是很麻煩 好 反正就是 開心潛水 然後我們就 一起來努力 然後看看 這幾天的訓練之後 會有怎麼樣的成績出現 好不好 OK 各位晚安囉 最正式的紀錄 好啦 換我啦 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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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長廣播 村長廣播 村長本輪呢 最近想吃點叉燒包 所以跟一些前輩呢 來拜師學意一下 希望未來的日子 你能夠有吃不完的叉燒包 也希望可以分送給大家吃 希望大家都可以 因為我們的餐車 讓你們都可以吃到 前輩所做的叉燒包 所以呢在這個期間呢 好好支持著 野人七央部落 雖然村長不在家 但是我們的 副村長回來啦 我回來啦 哈哈哈哈哈